Hello 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Toyota的RAV4 這台的話算是四代的車款 那也很謝謝RAV4的車友們 這麼的捧場 今天要安裝的是我們KT的道路版避震器 車主的主要的訴求呢 是原廠的懸吊 因為做的比較舒適比較軟 所以呢要把它改成KT的道路版 那改裝成KT之後呢 第一個它的高低也能調整 第二個軟硬的話呢也能調整 所以呢比較多功能性 我們來現在看一下後面已經安裝好的後懸吊部分 現在最新上市的應該是五代了 五代的懸吊系統呢跟三、四代就都不一樣了 那四代呢三代它後面的懸吊系統都是長得像這樣子 後彈簧跟BMG是分開的 算是一個多靈感的系統 那後面的彈簧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是六公斤 其實這一台呢在設定上是做的比較舒適一點點的 因為畢竟它原來的話算是非常非常的軟 那改了KT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阻尼還有彈簧呢都稍微做一個提升 它後面的車高呢其實很高 後面的話呢輪胎的上遠到S版 原廠的距離呢大概有我的手指頭 大概是八、七點五個手指頭左右 也就是說呢它的車高呢相當的高 好但這一台呢能夠降低的幅度呢其實也不像一般的轎車車種 能夠降到什麼倉鏈呢或者是剩下一指幅 這台車高呢如果呢車主呢要降到最低的話呢 是大概會剩下四個手指頭 原廠的話大概八個手指頭 那能夠降低大概四個手指頭的幅度 所以車高的話設定呢會通常都是略降 那比較多的車主呢都是把它降到剩下大概四個手指頭的幅度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呢我們靠的是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 從這裡呢就能夠做高低的調整 這個距離中間的間距呢它變多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了之後車高就變高 那如果呢這兩個銀色的托板降到最底部的話呢 那車高呢就是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今天的車主需求呢 其實對車高沒有特別的要求 那最主要的話呢是在家人在小朋友的時候很容易會暈車 所以呢把低震器升級成道路板 那車高的話呢就略降個一到兩指幅而已 那後面的桶身呢我們KT的道路板呢是正叉的 那後面的話選擇是正叉來做導樁 導樁的話會有一個好處就是當車友呢要調整軟硬的時候呢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它的調整機構呢是坐在下方 所以從輪胎的後方呢稍微繞到下方這裡就能夠做阻捏的調整 還蠻方便的齁 如果車友自己要做調整呢很方便把車不用撐高齁 手繞到輪胎後面的話呢就能夠做阻捏的調整 如果從下方呢是在這個地方 那KT的話都是總層件的齁 所以有副彈簧有副防塵套 所有的原廠的東西呢都不需要沿用 那後面有一個特別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不能預載它們的過多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齁 Ruffle的這一世代三代世代是還不至於我們有做一個稍微小防袋的裝置 但是啦就算有安裝上的失誤呢也不至於會壓縮過多到不好做的程度 但五代就不同了齁 五代的銅身呢如果縮到太短的話呢那就會不好做了齁 好這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我幫你拿 對阿你幫我拿燈過來 那前面的部分齁 我來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在這個地方 它的上座呢我們有附上座 所以呢即便車輪假設是三代好了齁 三代的車輪也都有大概快十年了齁 所以上座的話如果拆下來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那不知道原廠的壽命是不是還堪用 所以就會比較多的狀況發生 但你改KT的話就不用擔心這些狀況 因為KT呢連上座都有附給大家了 那從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地方 這個旋鈕呢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順時針的話 如果鏡頭拉近可以看到齁 有H跟S的LOGO 往H方向旋轉的話它就會變硬 往S的話呢就會變軟 所以這個世代的還蠻好做調整的 從這個地方引擎是打開上座 兩邊的上座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還蠻方便的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 因為我們一直還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的聲音呢會稍微吵一點點 給大家多多見諒 哈囉熊麻吉你好 熊麻吉是我們KT的中序的經銷商 如果車友們有要安裝呢 歡迎跟板上的那個熊麻吉聯絡齁 那前面的彈簧呢我們配的也算是比較舒適齁 配的是220長是6公斤的彈簧 那今天的車高也有要比原廠有略降一點點 前面的車高其實原廠的很高齁 原廠的話大概是有60幅左右的車高 輪胎的上緣呢到S板這裡有96mm左右 那後面更高齁 後面快大概快接近了80幅左右 那這一個世代的RAV4呢 它的前面離載串固定點在這裡 前面的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器呢都在這邊 那也就是說呢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所以我們的這些都要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跟後面就不太一樣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是靠這個藍色的下鎖這個腳管呢 如果我們把它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的避震器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齁這個腳管呢如果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在調整車高的時候呢 並不是靠壓縮上部的彈簧來調整 所以你調高調低 它的整體的乘坐感覺呢是差不了多少的 也就是說呢這樣的調整方式 它的調整範圍會比較寬裕 然後算是比較高階的調整方式 那調整完畢之後呢 這個有一個銀色的齒輪狀的托盤 這個呢前面的話它的避震器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不只負責上下 它還負責左右的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會左右轉 所以這個托盤呢務必要鎖緊 那我們KT用料的部分齁 在主營友的部分的話 使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T主營友 油封的話呢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在耐用度上的話相當的好 那日後呢就算車友使用個八萬十萬公里 有摔掉的話也都能針對內部的任何一個零件呢來做汰換 前面的話已經 左邊已經裝好了 剩下右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好了齁 這台是三代 我們KT也都有實車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如果RAV4的車友呢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齁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台車呢目前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連鋁圈還有輪胎呢都還是 鋁圈然後都還是原廠的尺寸 鏡頭帶到了這裡呢 這就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彈簧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上座 那上座的話呢 剛剛有提到過 我們都有付 都有付 所以不需要呢 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這個是左後方也都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只有剩下右前還沒有安裝好 我們這裡算是製造避震器製造的工廠 所以背景聲音呢會比較草一點點 那單純是在安裝同款車呢 跟車友一起分享安裝的流程 所以如果RAFO的車友呢 有需要試乘 請不用客氣喔 請跟我們聯絡 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搜尋到很多呢 很多車友的RAFO 如果我們有開直播之後的影片呢 都會放到Youtube上面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的是4.5代 或者是3代呢 也都可以從Youtube上面呢 來做影片的搜尋 OK 以上是今天的RAFO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 拜拜